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线上 线下的朋友们 大家好 本来这个致辞应该是陈岳光院长致辞 因为这个是唐一届当代学人讲座系列 是陈院长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同仁创意推动的 那么陈老师命我来做这个致辞 我也非常惶恐 当然因为我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也是唐一届当代学人讲座的合作方 也是积极参与推动讲座系列的一方 所以我也代表北大文言院来做这样一个致辞 那么今天这样一个场合 首先当然是唐一届当代学人讲座系列的 第三讲 刚才国华教长已经介绍了唐一届先生的贡献 我这个地方就不赘述 当然因为我是唐一届先生的学生 所以遇到这样的纪念的场合 我难免会想到这个当年追随老师的这个日子 我是1995年追随唐先生念博士 一直到唐先生去世 我在先生身边有19年的时间 今天来做下午这个主讲的这个景海峰师兄 景海峰教授是我们这个汤门的 陈鹏兄应该是汤门的大师兄了吧 对应该是汤门的大师兄 我们这个 然后另外呢 我们那个首都师范大学的陈鹏教授 也是唐一届先生的博士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念研究生的时候 正好是陈鹏教授念博士 我念博士的时候 陈鹏教授刚好毕业 也跟我们有过非常长的一个同门之意 所以今天呢 我讲第一个呼应 我觉得今天这个下午场合 在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精神呼应和江湖感召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 这个精神呼应和感召 第一个方面就是 汤先生和我们这些汤先生的 门人之间的这个感应 第二个方面的呼应和感应呢 我觉得是这个梁肃明先生 和汤一介先生之间的 这个传承和感应 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不同时代的精神的努力 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你像梁肃明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其实是上个世纪一零年代中期 然后到二零年代的前半夜前期 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是在北大教书的 但是呢后来很快就投身到这个乡村建设运动 投身到这个当时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努力当中 所以刚才国号教部长也讲说 梁肃明先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输灾式的学者 但是并不是意味着他不是输灾意义上的学者 他的精神指趣就跟输灾意义上的学者是隔断的 并不是隔断的 不同的这个志趣在不同的时代 他都有那种精神上的感通的关系 那汤一介先生更多的时间 汤先生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里教书 更多的时间是从事学校里的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工作 但是汤先生身上一直有一股非常强的一个社会责任感 对时代的问题始终有关切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创立 所以这里面中国文化书院 这一方面汤先生是首任院长 第二任院长是王守长教授 守长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第三任院长是陈云光院长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传承 那么尤其是汤先生晚年 这个编儒葬 其实我是跟他聊过的 汤先生是明白自己在有生之年 是不可能把儒葬编完的 甚至他也明白 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把儒葬精华编编完的 但是还是这个奋力地承担 这个是这种精神的感召 实际上我到今天 因为我是在近处能够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不同时代的学者 其实从梁宋明先生这一代的学者 到汤一介先生这一代的学者 他们的这个表现形态略有不同 但是仍然有非常强的 这个精神的相互的感召 还有一个感召呢 是我觉得北大门艳院 和北大历史的这个精神 人文社科的精神传统之间的感召 其实这种精神传统的感召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在中国文化书院上 这个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所以这也是一个感召 在这样一个下午的这个场合 我们又恰逢这个 杨宋明先生诞辰130周年的这个纪念 我们在这儿呢 体会先贤的这个精神传承 那我就在想说 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 那么学者们 我们在努力地传承什么 我想第一个呢 是面对真问题 第二个呢 是这个传承真学问 第三个呢 是要在每一代都呈现出 这个学术的真精神 那我们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讲座呢 我想正是这样的一个 不同层面的精神感召的一个凝聚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这个我的师兄 这个著名的学者 这个金海邦教授 因为金海邦教授 是做近现代思想研究的 我们有的时候做中国哲学史 笼统地说做中国哲学史 我是呢 这个近代的是不研究的 我是到了这个明末清初 此下我就没怎么研究过了 对 一直在往前做 那个海丰兄一直是这个 比较多的关注近现代的这个研究 所以在梁宿明等先生的思想的研究上 有非常深的造诣 我相信今天下午的演讲 会让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们 都有很大的收获 我的这个发言就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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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